网卡内的监视棋牌下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就在滑手机同时 身体突然弹起直挺挺的往后倒在座位上 身旁的友人想要拨开手机 结果脚底下却冒出火光 只见男子一动也不动 最后还失去支撑倒在地板上 救护人员抵达前 男子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 这名疑似触电身亡的男子是附近高中的学生 下课过后来网卡玩电脑 把手机连接电脑USB插孔充电 边充电边滑手机 不料竟然因为这个举动发生悲剧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充电动作 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这个在工作室的男子 左手拿着手机要帮手机充电 没想到忽然一阵电流上升 把他电到整个人失去知觉 像是自由落体般直接往后躺 画面相当吓人 是后男子还把手机捡起来查看 不知道是手机还是充电器出了问题 幸好男子毫发无伤 但另外这位大陆空姐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手机没电再充电 突然来了一通电话 接电话瞬间空姐就被手机给电死 这个手机在充电的时候 都是不建议打电话的 专家就提醒 手机最好不要用来路不明的充电器 也不要一边充一边讲电话 避免发生危险状况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导 接电话